大家集合在大皮乡宜兰村内的旧庄中牌附近 讨论这条中牌的改善办法 当地村长表示 这条排水沟里的水闸门 因为年久失修 影响排水功能 同时旧的水沟护岸也已破损 而且深度不足 若是发生好大雨很容易淹水 造成农民们许多的不便 这大楼也已经差不多40几年了 这个改善就是第一 第一就是地基还是稍微有百年 再来就是说它的富岸太多 现在即使以来 只要你追问稍微没一时开 会有这些农田就浪满水过 所以做成这些农民很大不方便 这几岗的山基层 也有这些农民 你说如果这些农民 这些产的都来做水 你看它这个高厅都比较多 高厅都比较多 透过民意代表反应 邀集到负责旧庄中牌的改善单位 云林县府水利处与农天水利署水利会 一同是实地会刊 进行改善工程协调会 同时也听取在地居民的意见需求 这个水利会 如果没有做改善的位置 常常附近的农田的饮水 那么经过我们 分岸管政府水利处 跟我们农水树的分岸水利会 然后协调 那么由水利会 来做细组这个水利会 那么管府来细组 这个中白的云林厚花 跟旁边的提供道路 方便水利会 用这个水利会 进来实施 改善附近农田饮水的问题 经过协调后 是由农年水利署处理水闸门改善 县府水利处 则是要负责中排整治 呼按提防的施作 以及做一条 约4公尺宽的防汛道路 方便日后中排梳理 秋扇等作业的进行 今天我们要做到 旧庄中排的一个 驱排的改善 那是配合我们农水署的水门 因为现在农水署的水门 使用太久 都有表面锈死的问题 锈死的问题 就会有水门关不紧 所以会倒灌 影响到淹水的问题 所以配合农水署的水门 改善之后 我们整条上游段 大概90米的驱排 会一起并同去做整治 然后再加上 4米的水防道路 让未来不管在清淤 或是在修缮上面 都可以达到良好的成果 大家互相讨论沟通 确认工程师做办法 希望日后施工能顺利圆满 让地方有更好 更舒适的排水环境 记者邱显成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